永恒族17个隐藏彩蛋 彩蛋1,永恒族认识雷神 从永恒族的对话来看 他们认识雷神,他们认识奥丁 还帮助他一起攻打冰霜巨人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英雄都不知道永恒族 彩蛋2,伊卡里斯与超人相比 影片首次公开致敬D.C.反复拿伊卡里斯和超人做对比 此外还有筋骨助理和蝙蝠侠管家阿福的彩蛋 彩蛋3,震惊 伊卡里斯猜测法斯托斯用震惊锻造了桌子 然后就敲毁了一张饭桌 事实证明震惊哪怕在永恒族看来都是极为坚硬的金属 彩蛋4,美国队长的盾牌 在金戈的飞机上有一面美国队长的盾牌 这块盾牌曾是史蒂夫在美军表演时所使用 有可能是金戈买下来当作了纪念 彩蛋5,多摩号 永恒族的飞船名为多摩 致敬了永恒族的图书馆管理员 通晓一切知识 彩蛋6,黑骑士之剑 色西送给戴恩的带有家族会长的戒指 是亚瑟王时代的产物 而这原属于戴恩先祖的物品 由色西获得 几百年后又交给了戴恩 彩蛋7,硕灭 在地震发生后 新闻报道称地震可能和硕灭有关 虽然不完全对 但确实是绿巨人的响指 让人类再次增加到了天神诞生的数量 彩蛋8,WHIH新闻 WHIH作为漫威的长期虚拟节目 自无敌好客以来就经常客串出现 该电台曾报道了绿巨人被通缉 蜘蛛侠身份曝光 西锦镇的怪异现象等 彩蛋9 永恒族与巴比伦的联系 永恒族降落在美索不达米亚 由此建立了古巴比伦王朝 而吉尔加美食成为了明面上的统治者 彩蛋10 提娜的永魔症 影片中提娜患上了永魔症 一种因为上一个世界的记忆 压垮这个世界的记忆导致的记忆混乱 但在漫画中 这其实就是永恒族的一种诅咒 发生在少数成员当中 极多年的记忆压垮了心灵 彩蛋11 马卡丽的收藏 几千年来 马卡丽一直在囤积宝藏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月光骑士的盔甲 超过一百万年历史 翠玉露 漫威神秘传说的核心 讲述了多元宇宙的秘密 彩蛋12 天神种子 天神组将种子埋入地球的灵感来源 自漫画 地球X 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时间线上 天神组以地球为子宫孕育新的天神组 而地球的超能力者都是天神组赋予的 就是为了让他们保护内核的天神组 彩蛋13 伊卡里斯经典pose 在与族人战斗的最后 伊卡里斯挣脱了束缚 并且摆出了他的经典封面造型 这个姿势出自2009年的 永恒族6 彩蛋14 伊卡里斯飞入太阳 最终 伊卡里斯飞入太阳自杀 正好呼应了他的名字 在希腊神话中 伊卡里斯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而死亡 彩蛋15 皮普巨魔 第一个片尾彩蛋出现了两个新角色 皮普和星胡 皮普原本是一个星球的皇室成员 但因为和巨魔一起喝魔法饮料 导致他也变成了巨魔 漫画中 他是亚当术士的跟班 但在MCU中 却变成了跟随星胡 他拥有空间移动传送的能力 彩蛋16 乌木剑 第二个片尾彩蛋中 戴恩正在犹豫 是否拿起 传承黑骑士力量的乌木之刃 这柄被诅咒的神器 能够赋予持有者力量和魔法 但不够资格的人也会遭到反噬 进而成为武器的傀儡 彩蛋时期 刀锋战士 漫威已经证明 这个声音来自刀锋战士的扮演者马赫沙拉 阿里 意味着片尾彩蛋连接的下一部影片 其实是刀锋战士 你还发现哪些彩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逗别看 我们下期再见